8月30日下午4點多 基隆各地陸續下雨 天降甘霖讓市民朋友超開心 剛剛一陣風雨 我趕快收衣服 好好我今天下大雨真的太棒了 希望下得越久越好 不然金融會沒有水了 雨好像還滿大的 對…車子都在外面來不及收了 拜託老天爺都下一點雨 不然我們基隆會缺水 不過這場短暫雨 並無助於紓解基隆水情 國防部六軍團關渡指揮部 與台積電支援的水車 仍持續協助載運水到各高地 與管線末端社區 作證基隆指揮的載水公司總經理 李嘉隆說明目前載水運補情況 目前我們的溝水量 確實在中正新高地區 還是有一些短缺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前省調了48台的水車 還有我們也商請國防部的消防水車 及企業的一些水車來支援這些高地社區 那國防部的水車大概今天也來了20步 後續他們的動員能量會達到50步 那企業提供的水車今天也來了8步 那我們把這些水車我們都做了一些的 路線的一個規劃 到底他們要從哪邊騎水 那要注入哪些的點 我們做了一個比較妥善的安排 能夠讓住戶這邊的缺水狀況 能夠獲得一些解決 立法案蔡適應與中正新一兩區市議員 也一起到運輔現場關心 並對辛苦的國軍弟兄表示感謝 蔡適應也期盼這兩天將過近臺灣的颱風 可以帶來豐沛雨量疏解基隆水情 我們這段期間我也特別感謝國防部 水力署水公司 大家開過數次的製水會議 水情的會議來想辦法努力來解決水的問題 所以在昨天開始 國防部支援了水車來到我們基隆這個地方 來幫忙基隆的大型集合式出財社區的用水 那此外我也要非常感謝台積電 在這時候也支援台積電的水車 來協助注入我們中正新一最大的一個水塔 兩萬八千噸的水塔 因為注入這個水塔的水 能夠大多數的社區住戶能夠使用 那我今天特別來到這邊 也特別代表我們基隆的市民 來感謝國防部 感謝我們的水公司這邊 非常辛苦 那水力署會持續來做相關的指揮的破壞 那讓大家能夠度過 這個在用水時候的困難的時間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感謝它 我們繼續發生 然後等風格 然後還是 我們先決定 所以我們先決定 我們先決定